陶婧在2005年和莉莉仁结婚 是演艺圈的恩爱夫妻党 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日常的她 22日就发文透露 自己在睡前点了补文灯 原本还心想蚊子那么娇小 觉得给蚊子咬一口血 又不会损害她杨贵妃般的肉体 但怕蚊子乱定 还有睡觉时在耳边听到吵杂的嗡嗡声 她还是下定决心 开补文灯 想说这样蚊子就不会再找上她 但她却在起床时发现蚊子 直接盯了她三个部位 包含左手右脚还有左大腿内侧 让她忍不住直呼蚊子没有职业道德 她可以喂饱蚊子 但可不可以不要盯在奇怪的地方 笑说今天要记者会 要怎么在中目睽睽下 直接当众抓该逼啦 天文在网上曝光后 一样不少粉丝笑翻 实在太有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